Hello, 歡迎大家又來到鬆仔戀錶 正所謂春天不是讀書天 等到冬來春又到 沒錯, 終於討厭的冬天又要過去了 現在迎接的就是開始好的春天了 那究竟英國的春天呢 我們有些什麼是需要注意和準備的呢? 事不宜遲, 我們這一集會為大家揭曉的 Hello, 大家好 好啊, 又是鬆仔仔啊 又是鬆仔仔啊 不是啊, 我才是鬆仔仔啊 哎呀, 是鬆仔仔仔啊 哎呀, 我比你弄得很暖 其實這個頻道是說什麼的? 我記得經常都是暖的 那這個頻道是叫鬆仔暖的什麼 哈哈哈哈 你少這麼怕就認真一點 剛才醫院都是醫院來的 那又是啊, 我很怕沒有飯吃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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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樣要說說的就是 我很討厭這個冬令時間 就是跟香港差8個小時這個時間 距離太遠了吧 距離太遠 是的, 有時跟家人聊天啊 或者跟朋友聊天啊 完全聊不到的 8個小時差太遠 就是如果你差7個小時呢 譬如我這裡下午3點 香港才10點嘛 那就是你跟客人也好 家人、朋友 都比較容易溝通的 就是譬如有時呢 你收樓 你拿鎖匙已經下午5點 那5點鐘 那5點鐘加8個小時已經12點了 那你沒理由叫香港那些客人 硬硬睡等你的嘛 那但是你如果是下令時間的話呢 就差7個小時呢 那11點都還還可以 那所以呢 就有件及此呢 政府就告訴你呢 3月27號呢 我們就終於呢 是搞一塊鐘了 那就是說呢 我們那個鐘呢 就會向前撥一個鐘頭 即是呢 跟香港的時差呢 會由8個小時 減至只有7個鐘 即是你少了一個鐘頭睡覺 是的 那其實都沒什麼所謂的 這個英文呢 我們叫做day light saving 嗯 那他的目的呢 就是為了呢 可以呢 盡量用到一些陽光 是因為 因為英國原本 跟香港是差8個小時的 那為了盡量用到的陽光呢 就向前撥一個鐘頭 那所以呢 冬天過了呢 還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呢 那個陽光的時間長 活動的時間多了 哇 即是冬天超級痛苦的地方是 4點鐘天黑 起床有一刻 即是我預訂 我預訂一些盤來看好呢 幫那些人 即是我去到已經是半天黑狀態 譬如3點9那樣 我要趕快衝進去呢 拍了個花園先 要不然呢 到我出來的時候呢 已經黑蒙蒙什麼東西都看不到了 今天天氣又好啦 有14度啦 所以今天只是 T-shirt weather啦 嘩 是嗎 即是英國人呢 是14度已經T-shirt weather 你看得出呢 不是香港人來的 香港人說不出的 14度呢 我羽絨 weather 大哥 今天沒有太陽 我覺得可以是一件Jumper出街 厚一點的Jumper出街 是不需要再穿多件衣服的 今天就是這樣出街啦 對啦 松太太就這樣一件Jumper 一件Hoodie就出街啦 但如果你說要T-shirt呢 我覺得明明太早 至少也有19度20度啦 如果你T-shirt的話 我覺得就早了一點啦 那所以呢 今年呢 那個教宗時間呢 就將會是 在3月27號 即是3月最後的 一個星期日 又不是Mother's Day嗎 即是Mother's Day 蛤?又教育了 嘩 對你的媽媽真的很好 又是不讓你睡 對你最殘忍的懲罰 睡笑一個小時 你死了嗎 那天呢 就是凌晨 1點鐘 那所以呢 你看著答正1點鐘 一聲就變了2點了 即是呢 明明說1點鐘 我還有時間看電視呢 欸? 2點? Oh shit 失去的時間 很晚了 要睡覺了 不然明天起不了身了 好了 第二件事要注意的就是呢 春天一來呢 那英國呢 有兩件事就很嚴重的 就是這個花粉症 和這個鼻敏感 嗯 兩件事很類似 但是兩個cost就不同 就是起因不同 一個就是因為春天的花粉症 而導致你 有一個傷風感冒的症狀 是 另外一個呢 就是英國呢 是在歐洲來說 一個很大的 專門種稀 這種草 的一個地方來的 那在我家後面 就已經有一個稀的農場 就是 稀就是呢 那些兔仔呢 倉鼠呢 那些肝草 那些肝草 那些兔仔吃的草就是稀了 那些草呢 那些草呢 應該是很多農場 是尊重那些草的 那些其實就是治療啦 嗯 那那些農場那些稀呢 就在春天的時候呢 哇 是超厲害的 就是我呢 一向都是由四月 三月尾 四月頭開始啦 那些眼耳口鼻 就摸著那些眼水 不斷瘋狂飆出來的 一直要去到五月呢 五月中左右 才會好起來 然後踏入夏天階段呢 我才會稍為好些 那所以如果大家呢 本身的鼻是有敏感的 這些東西呢 那你就真的要留意了 香港人呢 就對陳很敏感 香港人是出名多鼻敏感的 但是香港人呢 就未必知道自己有沒有 Hay fever 和Polland fever的 嗯 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真的花粉敏感 就是 找不到花的嘛 香港是不是 就是碩屎 我對碩屎敏感咯 我對人敏感咯 但是你很難對花粉敏感 有空氣敏感 就是不是我不敏感 OK 是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對他敏感 我根本都見不到 所以不就是這些人在家 你還要欺的農場 Hey 香港有沒有農場 沒有 是吧 有龍場盜 有龍場盜 用來飛車的那個 那所以呢 就很難呢 會知道自己有沒有這個問題 那如果你是有的話呢 那我有兩種藥呢 建議大家呢 避在家裡的 那第一樣呢 就是這個了 這個叫做 Benadryl的藥物 那B-E-N-A-D-R-Y-L B-E-N-A-D-R-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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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藥呢 就是我自己 所以我自己吃過 最好的一個防敏感藥來的 那不單是防花粉 還有防稀 還有防塵 還有防塵 還有防皮膚敏感 防對動物的毛的敏感 總之是敏感 總之基本上是敏感呢 我都會押他的 基本上裡面有24粒藥 那就拍一粒 就是臘鶴藥來的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呢 它一天可以拍兩次 每次可以有效28個小時 那基本上呢 其實以我的經驗呢 你拍一粒 已經OK的 但是有一個技巧的 就是呢 凡是敏感 對我自己來說 我不知道其他人 但我相信很大部分都是的 就是在你那件事未發生之前 你就已經要做定預防措施 就是跟避孕是一樣的 你有了之後才下子呢 就很痛苦的 你未有之前 你戴定呢 那就會安全很多的 就是這個同樣道理 在你未發生那件事 你feel到了 那個鼻有少少痕痕的 或者你feel到這期就是了 那麼早上起床呢 就拍定 拍定呢 你那天也不會有事的 但是如果你呢 是已經去到很嚴重呢 才拍的話呢 那是於事無補 完全沒有幫助 好一點點啦 但是就 對你幫助不大 如果你說有少少輕微痕痕的 你就拍呢 那都可以舒緩症狀 那第二招呢 就是如果你之後 嚴重的時候 飆散水 你已經來不及了 那你呢 都拍了它先 然後第二招呢 就用這一隻 叫做 Bacon... Bacon... Baconase B-E-C-O-N-A-S-E B-E-C-O-N-A-S-E 這隻 B-E-C-O-N-A-S-E 那這個是噴鼻藥來的 就... 一枝裝 每邊噴兩下 但是呢 這個呢 這個不好處呢 就是... 你不能夠放太久了 即是你用完一次之後呢 你一個月內 你一定要用完它 不然就要過期了 那就是這樣一枝東西 每邊索兩下 那索了之後呢 通常呢 都可以舒緩一些 比較嚴重的症狀 但如果你真的 很嚴重的那些呢 那就不好意思了 其實這隻呢 都不能夠可以一次過解決你的問題 但是它會令到你舒服點 會令到你沒有那麼癢 不會那麼想打一次 因為我是試過呢 因為英國是尤其是困難的 你是會打一次打到呢 根本駕駛不到車 是很危險的 你什麼呢 你駕駛著車 然後轉回船主 嘩嘩 嘩 他駛了外線的 但我去右邊喔 即是 整個車飛走的會 是很危險 很恐怖 所以呢 我真的建議大家千萬不要搏 那些人就會問 鬆仔 那如果是小朋友怎麼辦呢 那些小朋友打著黑癡上學 真的不是辦法 尤其是現在 真的很慘喔 尤其是現在 小朋友的眼睛都腫了 那麼上學 Covid的時候 Good morning Michelle Good morning Michelle Good morning Michelle 他周圍 神藥 什麼都要吃他的 肚痛 發燒 雙風 鼻敏感 Banadol OK 那這個呢 就是 不算是最普遍的版本 有一個叫 叫什麼 Piriton Piriton 怎麼說呢 Piriton P-I-R-I-T-O-N 我們家裡沒有那一隻 為什麼 因為那一隻會眼睡 那這一隻就不眼睡 所以我們買了這一隻 因為他爸爸吃了 沒事 我也是吃Banadol 沒事 所以我就覺得我兒子 如果有鼻敏感的那些 都是吃Banadol 我覺得效用會比較大 所以 Widges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家裡是用Banadol 如果你喜歡 你可以用Piriton 也是一樣的 Piriton是比較普遍 受歡迎的一個牌子 但是 他吃完會眼睡 但是這個就不會眼睡 所以你要 花學 踢球 學習 我覺得這個 比較方便 好 第三樣東西 就是春天 有些活動 鬆太太一定會做 可以開始種菜了 鬆太太你會怎樣做 到春天的時候 你會 什麼 哇 說種菜的過程 你是不是翻些泥 那你有什麼準備 是啊 要出花園 把舊的 然後再翻些新的泥 然後放種子 你需要不要去Garden買的 那些泥的東西 不是 超市場的人都會買的 就是泥 泥和種子 你就在這個時候放進去 通常多久都收成呢 現在種 譬如你 你之前種什麼 6、7月 6、7月最多東西 芫荽我們也種過 番茄 紅蘿蔔 薯仔 Cherry 還有什麼 豆 我們不是專業種 沒有其他 我看到有些人 燒菜 種得很厲害的 有溫室又等等 拉完水口 不是啊 但其實普通蝦種呢 你上有收成多的呢 薯仔 英國真的很適合種薯仔 真的越挖 越挖也還有 是啊 我們真的 我們真的可以 挖出來煲羅宋湯啊 煲番茄薯仔湯啊 是吃到幾餐的 Carrot 也很容易種 Carrot也是的 另外就是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吃了很多粒 還有車梨子都可以的 這些都是較為收成高 所以大家 還有藍莓的 藍莓也是 藍莓吃了幾餐 一個夏天吃了幾餐 所以呢 不妨大家可以從這幾種生果和植物 嘗試入手的 第四樣就是 如果你已經在英國有一層樓啊 或者你的花園需要去做的時候 春天這個時間呢 是最佳去著手去處理你的花園的時間 因為冬天就太冷了 還有下很多雨 很多時候花園的工序呢 就很難進行 而且由於施工有困難呢 有時候做出來的質素呢 就有少少參差的 我自己認為呢 冬天就不太適合去做花園 所以你看冬天你特別容易安排到 還有呢 那個價錢方面都會相宜少少的 不過現在就很難了 現在那些物料貴得很厲害 價錢就可以scrap了 當我沒有說過 但是呢 通常冬天會較容易安排做花園 不過呢 春天是最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春天呢 那些雨水呢 就開始少了 然後呢 陽光也都日照比較多 還有呢 那些builder呢 就這個時候開始很pick up很多job 但是這個時候呢 他才剛開始pick up job 你到夏天找他call呢 不好意思 他那些春天 他春天call的job呢 已經開了工 在那製作了 所以你很難呢 就可以跟他在夏天的時候開到job了 要等到冬天才有 所以呢 在春天的時間呢 是最適合找builder回來call job的 而且呢 你春天呢 你三月份的時候弄完 那你暑假 你就有得用 是啊 因為你如果不是呢 你現在不弄的話呢 那你到暑假的時候呢 就很難有得用了 還有呢 那些草呢 因為他們雖然 不想要那麼多浴水 但是他也有適當的水分去滋潤的 所以你這些時間去躲草皮啊 或者做和花園有關的東西呢 那你夏天出來的效果都會較好 因為夏天有時候呢 會很乾的 那你鋪不到草 會乾爭爭的嘛 但是你冬天就太濕了 那些泥瓣那樣的樣子 全部呢 就是拙住了你的腳 那所以春天呢 是做任何outdoorworking呢 一個最佳的時間來的 那所以如果呢 你有間屋 是準備要做任何這些outdoorwork的話 那我都建議你呢 在春天的時候呢 盡量呢 可以安排這些時間 開始工程 那另外呢 就是 如果你家裡的草地呢 是一直呢 冬天的時候呢 因為都沒有生長的嘛 嗯 那所以呢 就不用剪的 那但是呢 到春天呢 三月尾呢 就會是 我們叫做first lawn cut 那就是會第一次剪草 就會在三月份 大概三月尾 或者四月頭這些時間 就會你的草地的第一次剪的了 那隨後就要每兩個星期剪一次 一路要剪到大概九月中左右 是吧 大概九月頭啦 九月頭九月中 八月尾啦 那這些時間呢 就全部呢 都需要安排去剪草 那所以呢 我建議呢 我建議呢 如果沒有剪過 剛剛沒有剪過草的 不知道要剪的話呢 你建議你現在盡快去穩定 Gardener 去安排剪你的草地了 否則呢 你就生到膝蓋的時候呢 才知道要剪 很難剪的 就很難剪的了 到時 還有一樣東西呢 關於花園要留意 有些人在家裡會有一些池塘 或者是一些水塘去養魚 那些魚塘的那些東西 這些呢 你就要留意了 因為我乃個東西 我自己住的第一間屋呢 本身上一手是做了一個魚塘在那裡養了一些錦鯉的 那誰知道呢 有一年夏天 又不是年年的 有一年夏天 我發現那些 為什麼那個 那個魚塘裡面有珍珠的呢 就是珍珠奶茶的珍珠 不是 不是 一開始是珍珠來的 一堆一堆的珍珠 做一下珍珠 是動的 裡面有東西動的 就是 你知道我們這些呢 在城市裡面住的人 是很少見動的東西的 除了人之外 是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動的呢 再看一看 不對勁 是荷豆 是荷豆來的 是荷豆來的 是很恐怖的 那些荷豆呢 是很短時間 說的是幾個星期呢 它就會枯化成為青蛙的了 那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處理它們的 老實說 就算你現在問我呢 我都回答不了你 因為呢 除了你可以沖它到屎坑之外 我想不到第二個方法 因為很多 很大量的 它們呢 是會枯化成為小小隻的青蛙 然後呢 你會 有一晚突然間走出去 哇 整個草地 整個草地都是青蛙 OK 是超恐怖 整個草地都是青蛙 不過 它們好像在兩三天內呢 就跳走了 是會離開的 會離開你的草地 不過 我之後呢 就把那個魚塘清掉了 所以從此之後呢 就沒有再發生過這件事 只是發生過一次而已 那我那晚就出去那個驚嚇程度呢 我是難以想像 有一個畫面呢 在我腦裡 因為我出去還有一個Dacking 是整個Dacking 都是青蛙在那裡 跳一下跳一下 你想想像 不是很大隻的那些 很噁心 是手指尾那麼大隻的那些 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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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看下去 遠看好像蟲一樣 總之就是非常無管動的一件事 所以如果你家裡有魚塘那類型的東西 你不要採有些青蛙媽媽過來這裏產卵 那你就真是麻煩了 那還有呢 春天呢 如果你是住在一些教衛郊區的地方呢 那你就要留意一下 會不會有一些烏鷹 走進去屋頂裡面 捉巢那些WASP Nets呢 那通常都是春天 四五月這些時間呢 就開始會在屋頂那些位置累積的 那如果你家裡多的話呢 那有些方法 譬如你可以用一些專門殺死這些WASP那些的Bomb 那些smoke bomb 就放進去那個Loft那裏 就像一個蚊香那樣的 那你點著它就放進去 然後它就有一些煙 在那個Loft裡面蒸 那蒸完之後呢 幾個小時之後呢 你門口就會有成千隻烏鷹的屍體在地上 那裏 我上次就是這樣 那接著你就用一個掃把拔走它 那這個是英國的日常 大家千萬不要害怕 我們與昆蟲共存 你又說共存的 你殺了它 我跟它傳而已 共存 因為我沒有說它是活還是死的 是吧 我掃了下去之後 它在我的垃圾桶那裏傳 那都是共存的一種 那最後一樣呢 就是呢 我覺得 春天呢 就有些東西是必食的 在英國 就是羊肉了 英國的羊肉呢 在春天是非常之當做的 是不是因為春天比較多羊仔出生 是啊 應該是吧 我猜的 我沒有去考究過 我知道春天吃羊肉 對 總之英國傳統來說 春天吃羊肉 還有這個露筍 露筍加羊肉 那如果大家可以去超級市場看看 那些英國呢 通常呢 有到四月左右 那些羊肉 那些羊肉特別漂亮的 那些露筍也是特別漂亮的 那露筍加羊肉呢 那又可以一餐了 那大家就 就是 記住在英國呢 盡量呢 就是試一下 在當做的時候呢 吃回它當做的食物 那比如好像是 冬天那時候 譬如October那些日子 就會吃生蠔 是吧 有露筍那些 有露筍那些月份呢 就吃生蠔 也是比較新鮮 那同樣呢 在這個四五月的時份呢 就是這個羊肉呢 就特別正的 喂 香港人不是發明了呢 在Costco買那些牛的Shot Ribs 然後回來切片 打邊爐 打邊爐 喂 我們不如試一下 買些羊的Shot Ribs 回來切片打邊爐 那不是羊肉 即是拆羊肉 有沒有這些 我想有的吧 我未被Costco找到 但是可能去那些 Farmer's Market 那些 那些 Butcher 那些地方呢 有機會叫他 叫他 做排羊扒 羊骨 好像羊腩煲 對 羊腩煲都正 羊腩煲 都過癮 所以 就有很多吃法的 羊是有 好啦 那今天我和松太的分享 到這裏 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鈴鐺 時間差不多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